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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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大家晚安 上礼拜还蛮多同学问问题的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很不同的一个思考方式 像现在这边他在讲的同学我一定会觉得 好像都是佛陀在气舍 舍弃众生 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 同学想看看 佛视线在世间为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要先去思考的问题 佛视线在世间的一个用意是在就是 佛的本怀就是要把法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能借由那个佛所说的这个法 让大众都能够有所决受 那再来就是能够解脱 都能够就是大众接共成佛道 所以我们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去思考的时候 像舍弃众生这件事情 其实有没有众生可舍的这个问题 那再来就是那个众生到底是佛舍弃众生 还是众生舍弃佛信呢 对不对 我们大家思考模式 站在我的立场 大家一定会说 师父这个佛实在是不应该 那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视线 应该还留在世间度众生嘛 对不对 可是佛的本怀就是把法给大家 那大家修行得正嘛 对不对 那大家在修行上面都是 还有空才修 那是大众自己舍弃了怎样 佛信啊对不对 所以不能够说佛舍弃我们啊 佛也是视线这样子 然后让大家有些觉受 那再来那个也有同学在说 师父那个就是那个 前面有讲到那个 我们现在在讲的是40页的地方 40页的地方 他那个问的问题是在 应该是在39吧 39 40 然后同学校要看一下 大概位置都在39 40这个地方 那这边的话 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父那个魁筷令杀 这个这件事 大家会觉得 好不容易把那个小孩子啊 教育好了 然后就交给那个筷子手去杀 这当然是批育于佛对众生的一个舍弃啊 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真的把我们自己交给筷子手的是谁 如果我们像佛一样就是说如是的修行 对不对 就是佛怎么说我们依教奉行就这样修 对不对 好那大众很快就可以讲成就嘛对不对 所以就不用在这个生死当中一直轮回下去了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所谓的交由筷子手去杀的这件事情啊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在回归到自身 是我们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啊 没有那个急迫性 觉得很多东西都还好还好 这个东西就是众生的一个习性 众生的习性 那有些人他可以看到这一点那很好啊 这是精进 但是众生现在的有些的根气 又要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去歧入 大部分众生的根气呢 他又不能够太过于逼迫性 那种那种当一力求有没有 你非常用力的弹过去的时候 马上的一个反弹的时候啊 那个后坐力又大 可能会砸三人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听闻佛法 让我们的智慧增长 当你的智慧成为一种那种信力 一种承载力的时候 那个性是性跟着性 性跟成长成性力的时候 我们自然很多东西我们就可以去承载了 你不从一些基本的东西慢慢的建立 你要一听了 然后好像懂了 然后就马上能够实现的话 都说真的那很多人都成就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是必须要怎样 给自己一些耐心 去做一个慢慢的一个修正 那如果那么容易的话 我们就说这世间上的众生 都全部都是立根器了 那佛最轻松了 就好像 在灵灸山啊 一朵金波罗花 从这边到那边 到众生就这样 全部都听懂了 都得悟了啊 对不对 可是不是嘛 众生就还一大堆问号 对不对 那个只有那个色 那个大家色 脸花这样 他微笑 那个就有所修正 其他人都是一大堆问号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众生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根器 然后怎样 要给自己一些耐心 熏悉 当我们的智慧增长的时候 一些看事情的角度不同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一种呈现 你要现在的自己 就是那个 那个看事情的角度 还在大部分用众生的一个 那个情绪啊 众生的一个 一个想法 你要马上把这些通信通通改变 那个是怎样 又是一个问号 对不对 所以我们渐渐的听闻佛法 那这些佛法的智慧熏息了以后 我们慢慢的其实 就可以展现得出来 就好像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会 往我们自身去找答案 例如说 佛舍弃众生这件事情 那还有 那个要问的是怎样 众生为什么要舍弃佛性呢 对不对 应该要问的是这个 而不是一直在说 哎呀 佛啊 你为什么不久住呢 为什么要入虐盘呢 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佛也在问 我们当初大家都同为凡夫 对不对 那现在呢 佛已经修正成佛了 为什么你还在世间晃 这个还是问题的重点 对不对 如果大家都从佛身上去找答案的时候 我说的是都往别人 往外去找答案的时候 其实这答案都会是一个问号 对不对 那往自身去找的时候 其实怎样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去找到答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这好像是我们在看那个纯陀啊 纯陀好像哇 讲得好有道理哦 对不对 他在讲那个文书法文族的时候 哇 你看 头头是道啊 你不可以以行的角度去看那个佛陀啊 那你请佛注释不要入虐盘 这个不是也是从行的角度在看佛陀吗 哪有行这件事情 那众生就是这样 看别人的问题这样 比较清楚 可是修行其实还是要回归自身 要看清楚自己的问题很好 所以一般大众像 现在能够把自己的问题讲得很清楚 知道自己在拖延 知道自己有哪些问题 那很好因为这 说真的如果没有 有些没有学过佛法 没有在学会观照自己的 就这样一辈子贪生痴 然后念头不断 然后也是这样过去了 那我们现在学佛 然后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念头 这其实就是一个觉察的开始 已经是一个开始在所谓的照 有没有 照见五蕴监控那个照 用智慧去观照 但是我们知道那种习性有些生嘛 我们要必须借由一些 就是佛法智慧的一个讯息 让我们的一些怎样 知见还有那个念头能够怎样正确 那渐渐的后面的很多的我们身口意的部分 就可以这样改变 你要一下子知道我们就改变 那大家都立根气了 那这种逼马上性的这种逼迫性 有时候会造成自己 在很多方面个性上会有一些反弹 有时候会反弹就是 为什么这样 那个像有时候 同学举个例子在打坐的时候就好了 在打坐的时候 我们明明打坐就知道 不跟外界交涉嘛 不起念头 可是一般众生呢 起念头是一种习性 你如果去压制那个念头 或者是说你去逼迫他 跟那时候呢 你的念头会起得更多 因为你会生气 明明就叫你不要起念头 你还拼命起念头 是怎样 所以那个后面的念头就这样 持续不断 而且都起称心的念头 对不对 对自己称嘛 对不对 同学不要觉得 那个称不是对众生吗 我们也是众生之一啊 对不对 所以必须要藉由一些讯息 然后一些改变 那你的智慧如果增长 能够到那个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很多的身口意的部分就怎样 都会有接着改变 所以不是单单由一个方面的气路 你就要什么都要改变 你这样子对自己的一个压迫性太大的时候 反而有时候常常就是怎样 走到那边然后又回头走了 因为觉得怎样 越来越生气 然后念头越来越多 又不晓得怎么回事 就又在这个路上面 又更多的一个迷茫 所以最好方式我们就怎样 听闻佛法慢慢的熏悉 慢慢熏悉 给自己一点耐心嘛 因为都是久熏而来的 对不对 你要靠几个这样的一个明白 就要把我们累生累劫当作无名敲给破了 那个其实都是变成另外一种的妄想了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怎样 我们的慢慢的一个熏悉 当然有人说佛经 你像那个蝉舟不是说 那个顿根的当下吗 那不是也有当下这件事情吗 是啊是啊是啊是没错啊 可是能够顿根当下的这个众生同学要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累生累劫做了多少 所以顿根在是我们这辈子看到的 在他顿根之前的累生累劫 你又能够知道他已经这样做了多少的努力嘛 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就淡凭自身 自信 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做好 那听闻然后怎样 如实的怎样 该做功课做功课 那剩下我们就怎样 随顺因缘了 那这样子其实这条路才能够走得久 就好像人家问说 师父到底是神秀比较好 还是慧能比较好 慧能大师比较好 还是神秀大师啊 其实没有所谓的好 只有所谓的适合自己 你看慧能大师哇 立根大家都会觉得哇这是最棒的选项 对不对 但是呢那个是别人啊 对不对 啊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有哪些问题 我们现在如果说一切都是啊 本来无一物的话 那当然立根很好啊 对不对 那就怎样很快嘛 那如果我们现在还有啊 处处都是自爱的时候 我们就讲实实情浮事嘛 所以这个东西所谓的那个祖师大德 或者是佛弗沙的视线 都没有所谓的好 而谁比较优 谁比较悦 而是怎样 哪一个方法是适合现在我们在怎样 处理自己啊 这其实是怎样 我们要去想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 这边在二十二十五有的部分 在四十页的那个第一段的最后 就是显入这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在讲的就是 一些辟喻啦 辟喻这些就是 辟啊 其实这些种种的这些显入 那个就是有所谓的二十五我 那众生呢 就是行走在这个轮回当中 其实都有很多的这样 所谓的这样 这显入其实就是一种辟喻了 就是一种辟喻了 那我们走在好像是 像那个同学说 怎么会是显入 因为我们怎样 因缘性嘛 对不对 那很 尤其什么贪嗔痴啊 这些念头又寻回去巴士 成为我们未来的种子嘛 那哪一棵种子先发芽 很难讲 所以遭赶来的我们自身 还有那个 这个医世间的这些种种的果报 那都很难讲啊 所以都叫做显入啊 对不对 那人生当中 佛陀开示就是从这样 苦开始讲起 那讲苦并不是让我们觉得 怎么都在讲苦 好像很消极 苦对于众生 其实有时候是一个积极面 因为太顺 太快乐 大家都会这样 慢慢修 不急啊 对不对 可是当苦的一个逼迫性来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这样 哎呀不修不行了啊 对不对 那大家拖延的这个毛病也没有了 所有毛病都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大家绝对不会希望这种 这么严重的因缘性 落在自己身上 对不对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会希望是这样 温和的方式嘛 所以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就这样 用温和的方式这样 去对待自己的一个问题也可以啊 众生都有众生的一个习性 没有所谓的快慢啊 顿见啊 其实有时候 我发现现在人能够觉察自己的问题 然后想要改变 这其实就很立根了 一般大众都沉溺在自己的一个 很固定的一个想法里面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这个其实是修行当中比较大的自爱 所以这个二十五友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二十五友呢 他所讲的就是三界为二十五友 像玉界有十四友 像四二趣啊 四周啊 还有所谓的六欲天 那色界有七友 那四禅天当中的初禅还有大饭天啊 这个在四禅当中还有禁居天跟无想天啊 那个无色界当中有四友 有四空处啊 这些加一加怎样 一共有二十五友 好 那这二十五友呢 就是怎样 这个就是所谓的险路啦 我们在这个常常都是怎样 遇到一些问题啊 然后没有去面对处理的时候往往就有些就是往下了 没有听闻佛法其实那个路走的更显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想 我们有学佛 我们知道怎样 英国嘛 最起码的一个道理嘛 英国 那曾经有一个外国人来台湾啊 他就说台湾人为什么这么友善 为什么这么善良 他们发现是从怎样 宗教而来的 他们因为怎样 知道有些如果做了以后怎样 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做了不该做以后就会有一些反馈 那所以一般的台湾人就很多东西他怎样 该做不该做他们就比较清楚 这是外国人的一个观察 那所以我们就说大家都会觉得恐惧害怕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恐惧跟害怕是一个我们能够怎样 能够让我们很多事情怎样 不该做不要做的一个动力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心在修行的时候 其实周边的一堆的很多的事情都会造成我们怎样 想修行这个动力 你如果心不在修行的时候 周边一大堆事情都在阻止你都在障碍你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观察 所以同学就是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因缘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是我们就是能够一些停歇 然后自我的一个醒思 自我的一个醒思 所以有遇到问题很好啊 有时候我们才不会在这样的人生当中啊 然后就这样一个顺顺的过去了 对不对 又一杯子过去了 那不是很可惜 那现在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会想要找答案 对不对 那就会在这样 佛法当中又有一个因缘性的这个产生啊 所以也很好啊 好 那这个二十啊 我们再往下看 一般的凡夫遇到事情就是这样 忧愁啊 哭啊 对不对 那佛要的其实这样 他视线这世间 他其实不是说他入虐凡 是希望大家哭哭啼啼的送他 他入虐凡其实是告诉大家 一切都是无常性啊 都有一些怎样 演变嘛 那生老病死 都都是大众要去面对的 那所以呢 大家更应该 在这样的一个无常法当中 不晓下一秒钟 会怎么样的时候 我们这样 能够细心这个正念 就是这样 所谓正念就是无念 那这些仇愁的众生 其实烦恼念头都很多 烦恼念头都很多 所以 识诸天人 阿修罗 闻佛所说啊 就怎样 止不提哭 终于有听劝了 唯有 大家先把心情做一个调整 佛在开示的时候才能够入心啊 对不对 如果 每个都用忧愁心 然后 担忧 担忧佛要入虐言盘的时候 那这时候佛任何的开示 大家都听不进去嘛 所以 我们可以发现 佛其实非常非常了解众生 先安稳 让众生的心安稳以后 他再来做种种的开示 有问题的再来问 要不然 一边有人提哭 一边问 其实 这众生能够 就是吸收多少 也是一个问号 所以很多东西 佛在那个 对大众的一个了解 先让大家这样 先不要再 那个心的一个祈福 先让我们心 能够这样安定下来 然后才能够这样 听讲 这其实所有的佛法 我们在听讲的时候 都是一样 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那时候 能够接受的 法义会更多 所以 这边就讲到 犹如有人 那个冰上 知已知 然后不提哭 所以耳时 世尊为诸大众 就诸世济言 如等当开义 不应大愁苦 诸佛法皆而 世故当默然 所有的佛世线都这样 对不对 那法也都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 只要默然 为什么要默然 同学 我们就说 默然不是叫你嘴巴 就是安静而已 默然的意思是 我们心也要这样 安静下来 那心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这样 听讲 对不对 那个听着才能有办法入心 对不对 不然的话 散乱性听法的话 很难去吸收 所以他这边就说 热不放异心 守心正义念 远离诸非法 为义受欢乐 让我们的心能够安抚下来 然后能够怎样 接受这个法乐 如果我们就说 我们的这个心很像一个杯子 你如果把它倒了满满的 满满的水 或者是那个 我们想要喝个饮料 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对不对 那所以唯有要把 这个杯子里面的水 稍微倒掉 也就是要把众生 这个烦忧的心 要必须要先这样 处理一下 要不然 佛在宣说的时候 那怎么有办法 能够怎样接受呢 所以诸佛法截然 所以以这个观点 这个就是我们在说 你有一个无常的 一个概念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佛法 其实都这样的时候 例如说 我们看到生老病死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能够接受 不会在生老病死当中 起大忧愁心 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已经减少 很多的烦恼了 因为众生其实 最害怕的就是 所谓的生理识别 或者那个所谓的 生老病死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如果知道 一切本来就是很正常 那个像花开啊 花禄啊 我们就说 一切皆佛法的 那个这个因就是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心在佛法当中 你所看到的一切事物 其实都在教你 我们心如果不在佛法 都在一些世间法的五欲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世间法 一切的都是这样 在贪嗔痴当中 对不对 所以心 我们的心念要能够怎样 有所正念 能够知道 要所谓的守心正义念 对不对 所以那个 才能够不放异心 那这样就能够怎样 远离诸非法 这样子还能够怎样 安抚我们的义 未就是安抚 那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法乐 所以复赐比丘 若有一问 金当皆问 金皆当问 赶快问 对不对 佛要入虐盘了 若空不空 若常无常 若苦非苦 若依非依 若去不去 若归非归 若横非横 若断非断 若众生非众生 若有若无 若实不实 若真不真 若灭不灭 若蜜不蜜 若饿不饿 这些都是众生法 去不去 归非归 横非横 这些其实都是众生法 众生才会有这些 所谓的对立法 那你才会以我们眼耳鼻舌生意 六根跟六成交涉 这个东西为这样 真实 对不对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空不空 常无常 有非 那就苦非苦 那再来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众生跟佛的一个差别 对不对 那再来我们刚才又回到 刚才那个舍弃的问题 如果我们心跟佛法相应的话 佛有没有入虐盘 特别想看看 如果我们心跟佛法相应的时候 佛现在还在灵灸山降经所法 所以没有舍弃这件事情 没有入虐盘这件事情 是众生执着于那个根根成交涉 只看到阿亚佛要入虐盘的所起的妄想而已 这还在妄想里面 好 所以我们可以往下看 他这边就讲这些种种的对立法 那你在这些种种法当中 有所移者 今当之问 赶快来问 我当谁愿 未辱断之 会这样赶快来替你这样解答 亦当未辱先说甘露 这个所谓甘露法 对不对 那众生能够这样 生乏乐 对不对 然后乃当入于涅槃 那朱比丘 佛出世难 人生难得 人生已经很难得 又遇到怎样 又执佛出世 这个更难 对不对 所以那 身为人生又怎样 执佛出世 又能够执佛还能够生性的话 那更难 四四亿难 对不对 难上加难 所以 能忍 难忍 四亿 富难 这些就是我们怎样 很多的事情 如果我们在这个学佛当中 对佛法是信力怎样 坚固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就能够忍 为什么 因为像我们看到佛经里面的佛世界 其实都很清净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很相信 那佛如是说 我们就怎样 会如是行 对不对 就不会有所谓的不能忍的事 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不能忍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对佛的所讲的这样 信力还不够能够支撑这样 我们在行上的这样 往前啊 进进啊 对不对 所以不能忍都是众生的一个这样 还在对佛的这样 那个信力上还不足以支撑 如果我们对佛的一个信力跟信根 就是说信根能够增长的信力 然后就能够怎样支撑我们在学佛当中的这样 行的部分 所以首先要先这样 信力的部分也是一个门槛啊 要我们能够这样 能忍难忍啊 大家都认为难 对不对 可是 很多东西 大家在 就是面对自己的习性的时候 也会觉得难啊 对不对 那是因为 我们的智慧还没有这样 完全的一个开启啊 所以会用众生的角度在思维 那众生的角度 就讲很多的自爱了 很多的自爱 那既然很多的自爱就会开始这样 都在讲难 难这个字啊 因为众生有这样 时间空间啊 这些种种自爱 我们如果如佛讲的 佛怎样说 我们怎样修 然后有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对于这个时间空间 那个自爱性少了 其实很多的一个想法 很多的一个观念 就会这样 有所不同 所以这个是我们就会这样 比较往空的方向去 怎样 去接触 为什么 空 所谓的空就是这样 无自爱性 不管是我们在 这个对这个时间空间的一个自爱性 或者是我们想法的一个自爱性 其实佛的智慧 会让我们在这世间的很多事情 怎样 越来越少自爱性 那就是怎样 我们的空性越来越张写出来了 那就不会一直在把这个男子挂在嘴上 好 那就能够成就这样 境界 具足无缺 那得阿罗汉果 事事一难 好 难的是很多啊 对不对 能忍难忍是难啊 那成就境界 又具足无缺 得到阿罗汉果的众生也很少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也难 所以 佛有没有站在那个众生的角度在讲 有啊 众生就是事事难啊 对不对 有些 师父 五戒当中 我只可以持集中两戒三戒 这个东西我们就说 跟师父讲有什么用 你持 不管你持两戒三戒四戒五戒 那个东西是怎样 我们现在所言所行所思 都熏回去八字田成为我们未来的种子嘛 对不对 后面要面对的还是自己啊 对不对 所以师父 怎么帮你背书呢 对不对 只能够我们自己怎样 知道这样的一个怎样 智慧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会怎样谨慎 所以很多东西是我们智慧增长以后 我们就会更加的清楚 那也可以怎样更加的了解自己 了解这世间是怎么一回事 那你就会在这世间当中怎样 自爱性就会减少 所以你现在认为的难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智慧 我们现在的能力就是在这边而已 所以这个也难 那个也难 那个也难 只要先跨出这一步 然后我们听闻佛法智慧的一个增长的时候 然后在如实的一个修行的时候 其实都不会有难这个字啊 佛就是这样走过来了 难这个字都是众生给自己的一个字 爱 好 那所以这边我们再看啊 如求新沙悠潭剥花 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花 才能够开嘛 所以如朱比丘啊 离于巴难啊 得人生难 好 我们来看什么叫巴难 巴难就是见佛文法 有战难处有八个 这八个地方呢 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听闻佛法 我们来看哪八个地方 第一个呢叫地狱 地狱太苦了 所以没有办法听闻地狱 那个佛法 那恶鬼界的众生呢 我们都长期处在饥饿当中嘛 那也很苦啊 所以也没有这样 这样因缘去听闻佛法 就好像人 人其实已经不太苦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要一般众生 能够放下一些执着 然后来听闻佛法 就已经有难了 对不对 何况是地狱 恶鬼畜生到的众生 怎么有机会呢 对不对 所以这些 这三类的众生怎样 对于听见佛文法 会有怎样 自爱心 那再来第四个 就是所谓的北聚如洲 北聚如洲的话 它以热报殊胜 也就是那边的人很享乐 像你啊 如果去看那个经典 他在描写北聚如洲 他们那边的东西呢 都是树上 树就可以长出来给你了 你需要衣服 它就长衣服给你 你需要什么 它就长什么给你 他们那边的那个 所有的那个吃的也是因应而至 你想那个东西就变现出来了 那他们的那个无我无我所嘛 所以他们小孩子怎么样 也就是他们生下小孩子以后呢 那个小孩子就是这样 把他放在路边 每个人经过的时候 就会喂他一下喂他一下 我们一般像那个南占部中 众生有我想嘛 对不对 所以有我的小孩 所以我的小孩就我自己养大 对不对 那他们那边的大众呢 所以我们就说 其实你说 大家都认为自己很聪明 对不对 可是有太多 你看我们 那个在死法界当中 所看到的只有 人的法界 还有出生到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那连人的法界我们都怎样 见识都很少啊 对不对 你看北剧如中的人 你看 你没办法想一下 什么叫无我无我所啊 对不对 那可是那边的呈现就是这样 那每一个走过去的人就怎样 就帮他喂一下 每个人就怎样喂一下喂一下 那这个小孩子就长大了 所以也很有趣啊 无我无我所的众生啊 所以他无我无我所就没有所谓的怎样 那贪生吃的念头 这些都起得这样 都没有 都不会生气嘛 所以他们 如果往生会往散 散出去 但是呢 没有学佛的话 同学啊 二十五有啊 不管你往哪里去啊 你在北剧如中 如果往其他地方去 一样啊 对不对 如果还又有一个怎样 走到插图去 又不晓得往哪里去了对不对 虽然北剧如中我们知道怎样 他会往上散出去 可是不究竟啊 对不对 那个他这边也很快乐 也不究竟啊 这快乐也不究竟啊 往散出去也不究竟啊对不对 万一那个散出之后呢 又往 二就是往二出去的话 那也很可惜啊 所以还是怎样 再大的享福 其实没有怎样 听闻佛法重要啊 因为只有听闻佛法 有办法怎样 究竟啊 好 那再来第五个是长寿天 那色界呢 无色界 长寿安稳之处啊 那第五六个就是怎样 龙盲阴亚 那七世呢 自辩充啊 八佛前 八佛前佛后啊 那二佛中间啦 五佛法处啊 像前面的这个第六个 就是六根当中怎样 有不拒的众生啊 像这边 那个龙就是耳根不拒全嘛 盲就是眼根的部分 安阳就是舌根的部分 这些他们没有办法 去这样的一个听闻宣讲 同学 这个难道就是指蛮容阴亚 其实一般大众如果在听闻佛法的时候 误解其实也是一种蛮容阴亚 再换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其实很多的大众 其实都没有办法听闻到佛法 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因缘性 所以这茫容阴亚这四个字 其实同学也可以去尝尝看 好那第七个 四字变充的 我们都认为聪明而好 有些人骄傲 我聪明 他所以考试也很顺利 然后一辈子都很顺利 然后工作什么样都很顺利 那个就是水太满了 像我们就讲 有一个师姐就很希望 他的弟弟能够学佛 因为他弟弟现在就是生病 癌症 那他希望能学佛 可是那弟弟因为很聪明 从小功课很好 他长大以后又是做律师了 还开那个事务所自己做老板 一辈子就是所谓的四字变充很厉害 对不对 很聪明 那他那个姐姐每次跟他要讲佛法 他就跟他说 哎呀你不要跟我讲那个迷信 那个都是信仰 可是他从来没去听闻过 怎么知道什么叫做那个 就是他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 所以他就觉得他姐姐就是容易被骗 他就不听讲 所以四字太变充的 以世俗人来讲很好 所以我们常说你用世俗的角度在看事情的时候 跟用佛法的角度在看事情的时候 会有一些差距在 你用佛法的角度在看这四字变充的众生 其实这样 越认为自己聪明越难度 因为怎样 我直见会很重 他认为我很聪明 所以你在讲他就 连问个问题都是看你会不会 一般的人是怎样 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修行的问题 我们或者是人世间的一些问题 我们想要问 有个答案 可是四字变充的众生是怎样 哎呀 那个我 这些我都懂了 那我来问你呢 是怎样 看你会不会 那个就是 他已经有他自己一套的想法了 所以这样的大众就算真的是 就是能够怎样听闻佛法了 也是怎样 自己身长怎样 执长怎样 障碍 所以众生的角度看 聪明很好 学佛的角度 聪明又变执着的时候 哇 那就很难度了 对不对 所以佛才会说 他就度怎样 有缘人嘛 对不对 有因缘性的人 这些认为自己很聪明的 那就看他自己要如何的一个怎样 因缘性 如何的因缘性 那就是八佛前佛后 就是我们知道 两佛的中间 也是这样 无佛法处 像之前那个七佛 释迦摩尼佛前有七佛 那两佛的中间也是 那那个为什么叫中间呢 就是那个在佛啊 他如果入虐盘 这尊佛入虐盘之后 他还会有所谓的正法 向法嘛 对不对 然后后面还说有一个末法 那就是末法就是在两佛的 这个所谓的中间 没有 已经没有佛法 那这个其实 对于佛 学佛来讲啊 这才是最大的障碍 其他其实都还有办法解决 那可是你没有听魂佛法 然后没有这样的智慧的 一个增长的时候 我们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答案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鲁朱比丘啊 利于巴难啊 也得了人生难啊 那就算我们没有在那个 巴南这个 这八处出生啊 这八种地方出生的话 我们得人生也很难啊 所以鲁朵啊 遇我啊 不应空过 有没有看到 遇到佛 又怎样 不赶快修行 然后不赶快怎样成就 然后一直请佛注释 然后不入虐盘 又是怎么一回事 对不对 所以遇我不应空过啊 我与往昔啊 种种苦行啊 经得如是无上方便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在那个 他的本身 本身故事里面 有视线很多的就是怎样 他修行 很多的苦行嘛 那现在能够得到这无上方便 为如等故啊 无量节中啊 舍身啊 手足头目水脑 同学一看到这边又开始起烦恼 对不对 师父怎么做得到 我们这个设身 你看 那个稍微 这样子 就手稍微被那个刀子刮一下 就痛啊 对不对 那你叫我把我们这个设身这样子 就是这样就好像是那个佛遇到那个鸽子 有没有 那老鹰追鸽子嘛 对不对 那那个鸽子就请佛救他 那老鹰来就说 你救了他我没饭吃我也是饿死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所以佛就那个 那个前那个本身故事里面他就把他的肉搁就用一个天瓶嘛 搁下来 然后这样 然后大众看到这个就说 哎呀师父这个怎么做得到 对啊 如果我们还在就是做游想做众生想 那当然怎样做不到啊 如果我们慢慢的修行过程当中我们有智慧了 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界定慧的一个增长 那很多的呈现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所有的事情不是所谓的难 不是自己做不到 而是你没有开始做 这才是难啊 对不对 所以这些认为难的这些大众都是这样 自己在自爱自己 就好像是大家会看到那种 同学在《妙法莲花经》里面就讲到啊 那个佛在为这些阿罗汉授记的时候啊 就告诉他 你会成就什么样的佛国净土 然后你供养多少佛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大家一看 哇这个数量要供养那么多佛 那怎么做得到 有吧又开始又开始难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法这个人的法界当中 我们的因缘性有没有 那个数量空间时间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一点点而已 所以我们会认为很多东西都做不到 那是众生的一个怎样心量在 如果我们的心量能够扩量的时候 或者是有所修正 然后有那个能够正量的时候啊 那个所有呈现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像阿弥陀佛他就说 你啊如果来我的极乐世界 你想要去供养诸佛啊 那个资粮我帮你准备 你看那个心量 对不对 他还没有成佛人家就有这样的心量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并不是在于就是 同学不能够一直看眼前的自己啊 他就一直在讲难 你先发心 你要往哪里去 然后那个乘着这个心 心力跟愿力 我们往前走 那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些就都不是问题 那你现在还没有走 然后一直在看那个佛陀的境界 那怎么可能 那当然是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因为这些东西是佛的境界啊 好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这样就会这样 比较清楚 才不会一直落在就是自我的一个障碍 众生其实 有些人都是这样 自己在障碍自己 这个有些 像 很多东西其实放轻松啊 放轻松其实是有时候是学佛的一个 当然要精进 可是精进当中 你要学会去这样 放轻松看这世界 这很重要 这样才有办法在当中 有一些发喜跟轻安 我们就说学佛 修行过程当中其实欢喜心很重要 你如果一直在逼迫自己的时候 那都 那有时候压力啊很多方面 那反而在学佛当中又变成一种怎样 自爱 所以方气松 然后以一些比较柔软的一个慈悲的一个角度去看 其实这样的学佛方式是会比较快 那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我们再看 这边众生都认为难这件事情 所以 佛事先这些种种苦行都是为了众生啊 告诉你 不难啊 还是可以啦 是众生要不要而已啊 所以 经得如事无上方便 为如等啊 故啊 无量节中啊 舍身手足 等下头目水脑嘛 所以 事先这样就是让你不要放异啊 所以 如等比丘啊 云和呢 专严正法保存啊 具足种种功德珍宝 界定智慧 以为臣妾 毕你啊 我们知道臣妾就成强嘛 那毕你呢 毕你 这就是古代有没有 城墙当中有一些 一些比较矮的这个墙 好 比较矮的这个墙 好 那 怎样能够形成一个 专严正法保存 有的时候刚才同学问啊 啊怎样我们能够怎样 好 能够在那个修行当中 然后不要退转啊 啊能够勇猛精进啊 好 这都是怎样 那个与 借定慧有没有 好 我们开始修行当中啊 借定慧的彼此互相的一个增长 好 借能够滋长那个定跟慧嘛 好 那定能够让你戒律持得怎样更好啊 因为心不乱嘛 好 那那个慧能够让你戒持得怎样更加的一个怎样 能够正确啊 对不对 慧戒也不是我们听文 然后还要有一个怎样 智慧啊 那如果那个慧的部分你解释成般若的话 那又有所谓的怎样 无我的这样的一个怎样 无我无法 就我空法空的这样一个思维在了 好 所以 要开始修啊 对不对 这些就是我们围起来的这些城墙啊 要从这些城墙开始弃起来 你才有办法有一座庄严的正法保存啊 要不然我们都是在凭空想 然后就开始说 师父好难哦 那个割结身体这么痛 然后你看那个金刚经里面讲啊 有没有 那个仙人割结身体 然后不起称息 怎么做得到 对不对 众生就变成一直落入到 这个怎么做得到 那个怎么做得到 我怎么做得到 都落入到这样的一个思维 对那是因为这样 我们还没有从基本的开始做 慢慢的一个讯息 慢慢的一个调整 好 如今呢 遇事怎样 佛法保存啊 不应其此啊虚伪之物啊 所以 同学啊 进到保存 我们当然要拿这样 最好的啊 对不对 那个最珍贵的啊 对不对 而不是所谓的这样 表面上的五欲当中 这些种种啊 我们要就要到最好的 所谓佛性嘛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譬如呢 三主呢 欲增保存啊 取诸瓦力啊 而变皇家 你看 大家执佛想的都是什么 对不对 执欲佛都会想到 哎呀赶快 赶快修 赶快修 对不对 大家想的 你看像那些阿罗汉们 就是这样 哎呀我 那个佛在讲那个妙法连化经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佛大众就说啊 佛啊 我们啊 那些阿罗汉就说 我们年纪都已经大了 所作皆伴 该做的都做了 你现在用我们在说 还要守菩萨道啊 还要怎么样 有些就起烦恼 就这样 他就这样退嘛 就退了 所以这就是众生的一个 怎样 心性 心性 所以你真的阿罗汉也好像是在取瓦利而已啊 对不对 佛要开示就是要给大家怎样 大牛白牛车嘛 对不对 众生的根气都说 哎呀佛啊 你给我扬车就好了 你给我路车就好了 那么大的车我们没有办法怎样 白牛车我们没办法驾驭 所以就给我们那些小的就好了 所以是众生自己这样不要啊 对不对 我们所以说 修行常常都是众生自己的一个问题 可是众生在思考都是佛的问题啊 对不对 为什么要入虐牌 我们都还没有成佛 这条路还不晓得怎么走啊 还没走到究竟啊 佛为什么不陪着我们走 对不对 那就让佛陪着你走 你想要的都是那些瓦利的话 对不对 陪再久也没用啊 对不对 好 好 所以如意如事啊 对啊 那子欲宝尘啊 取这个虚伪物啊 一般大众其实都是这样啊 遇到佛 你求什么 今天佛 你执佛事 你求什么 好 你看那些阿罗汉们 我正到阿罗汉就好了 菩萨道啊 众生那么难度 又难 对不对 所以是众生自己的一个选择 所以 都是执欲佛成这样 取虚伪物啊 如等彼秋啊 勿以下心而生满足之主啊 所以 不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都用这样 哎 扫德为主 有没有 都求的都是那样的一个 那个小洋车啊 路车啊 大丈夫气魄 要求就求白牛车 对不对 发愿 发心 好 就算同学 真的也有人问 那师父 发愿发心 现在做不到 是不是欺骗 那不是啊 那是我们未来要走的路啊 对不对 要先 我们要去台北 要先升起一个星 我们要去台北 那你才到得了台北啊 对不对 你升起要去台北的星 你都没有升起 你如何到 所以 成佛这个星也是啊 你要先有啊 对不对 你要想要 才有为后来的你这样 藉由修行往 就是这样 往这条路啊 好 这边说 卢等啊 今者虽得出家 以此大圣不称谈慕 哇 你看我们 那个 一般的大众执佛 然后又出家 然后在大圣上做的 不称谈慕 就是这样 那个 只对阿罗汉法 有兴趣啊 对不对 认为佛 哇怎么做得到 对不对 佛那么智慧 就是那个 一般阿罗汉就认为这样 有些就认为只有 释迦牟尼佛这尊佛 其他都没有佛 还有一些 可以些就承认 最多到七佛 有没有 释迦牟尼佛且七佛嘛 这些大众 就只有这七尊 其他的那个十方三十佛 他们这样也不承认 所以阿罗汉也很可爱啊 你看佛在讲经的时候啊 那些佛经里面有没有 那佛都会来 那个有时候 那个像妙法莲华经佛 也来互相示现 都是很多的恒河沙的佛 释迦牟尼佛 都把他请过来收佛世界啊 可是一般大众怎样 你看 在那个 有些阿罗汉很坚守 对不对 阿罗汉法 众生不要嘛 你不要又还要说 哎呀佛啊 你为什么要 舍弃大众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要入虐盘 你为什么不把我度 度圆满了以后 你再走 所以众生的习性就是这样 也会有依赖 对不对 那最好佛都在 但是佛在 这些子欲佛法的 子欲佛在的这些大众 也没有怎样修正啊 对不对 也还都是 那个佛时代那时候都修怎样阿罗汉法 这就是我们在批语当中就这样 取那个小车啊 小车啊 所以如珠比丘啊 身虽得福加沙染衣啊 穿出家的这个衣服啊 其心尤为得揽大圣清净之法 我们这个心还没有这样 能够这样 熏熏到大圣的清净之法 但是呢 每次啊 大众在看这种经文的时候都会说 阿罗汉啊 佛都骂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开始讲阿罗汉怎么样怎么样 那同学要知道一件事啊 佛是好像是 那个站在长者的角度在骂小孩子 对不对 因为阿罗汉 不认真修行 不走菩萨道 所以 那个是站在佛的高度在讲阿罗汉 可是呢 站在一般大众的角度呢 阿罗汉其实他在我空已经修正圆满了嘛 所以 同学要知道 他们也修得很好 在他们的威仪上 在他们的很多的那个 就是新的一个修设 也自我的一个修设 做得非常非常好 这个所以我们应该也要赞叹 那就是角度啊 角度的问题了 那 站在佛的角度是可以这样 很像骂小孩 那我们自己修正到哪里了 怎么有办法去这样 说这些阿罗汉们 对不对 所以都要这样恭敬 人家有人家的一个修正 你看喔 一般大众你看 像那常不清菩萨有没有 我们就在讲 他遇到所有的众生都合掌恭敬称 怎样 佛啊 对不对 他那个就是以实相法在看众生了 以实相法看众生 佛 每个众生的那个怎样 佛性不增不减 不扣不净 对不对 所以怎样 每个众生都是怎样 以他的一个角度怎样 每个都是佛啊 那就是真正的一个平等法 真正的平等法 好 那 心未然 未然这个大圣清净啊 所以如朱比丘啊 虽行起实啊 经历多处啊 初未曾起大圣的法实啊 那如朱比丘啊 虽除病法 未未那个正法的 除朱这样结实 好 也就是 出家所谓和事 也为这样 要断我们的这样烦恼嘛 也是要除朱结实啊 那这个是佛也是一样 站在那个佛的角度在 很像对这些比丘的一个加力啊 加勉 但是 一般大众啊 看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佛真的只是在对比丘讲嘛 其实他是对所有大众讲 而是佛有时候开示呢 就有时候是比丘嘛 那个他会对这些出家众的部分 有加以的一个怎样 就是 勸勉 那 他在称这些的时候 其实我们 应该一般大众都要这样 自我的一个行事啊 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 就是 都当然在这个五欲当中 然后没有为这个正法呢 除朱结实啊 减少我们的 我们不要说 一下子这样 除尽所有的贪嗔痴烦恼断尽 也要怎样 减少嘛 至少呢 我们今天就问我们 有没有比昨天还要有智慧啊 啊 我们今天的习性 有没有比昨天少一点啊 啊 我们今天的贪嗔痴 有比昨天少一点啊 有少就好了 这就是在 才是叫做修行啊 啊 如果越修啊 烦恼越多啊 这些贪嗔痴的念头越多 而且不晓得又是修上修到哪里去了啊 对不对 所以 嗯 这个过程 佛在对这些比丘这样的 一般是这样 我们自己自我也要做一些行事啊 也要做一些行事 所以如诸比丘啊 今当真 真实的叫赤如等啊 这就是这样 要告诉你啊 我今现在大众和合啊 如来法性啊 真实不倒 也就是 如来的法性呢 其实这样 真就是在实相当中啊 不颠倒 大众其实都是颠倒的嘛 对不对 我们就是看到那个 在那个心经里面 有没有 众生都是这样 颠倒梦想啊 对不对 所以心经里面 叫我们要修正的时候 要远离颠倒梦想 那你在这修行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真正这样 能够契入啊 不然的话 我们对这个颠倒梦想 还有很多的执着妄想 就好像在梦里面啊 我们在梦里面又生爱之心啊 然后又开始一场梦一场梦 一直做下去啊 对啊 所以你要知道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颠倒梦想当中 那唯有真正进入到如来的法性呢 才能够这样真实不倒 要不然 我们现在起的任何念都叫做妄念 都在无名之下 所以事故啊 所以事故啊 如等应当啊 精进色心 勇猛吹诸解释 要勇猛精进这样 除掉这些烦恼啊 那时日 慈日 慧日 寂末 灭末已 好 如等啊 当为这样 无名所赴啊 好 我们如果没有就是说真的修行啊 有那个智慧的那个增长啊 那没有到了就是怎样 能够破我们的无名翘的话 好 那都还是怎样在无名当中 就是刚才讲的啦 有没有 十二因缘 第一个就是叫做无名 所以你如果还在轮转当中 都在无名所赴啊 唯有我们修行成就啊 破我们的无名翘 才有办法这样 回到明的状态 所以朱比丘啊 譬如大地啊 朱山药草啊 为众生佑 我法一耳啊 这个譬喻其实很重要啊 这个就告诉大家啊 佛法是拿来什么 修正的 也就是佛法其实是给 大家的一个药丹啊 什么叫药丹 众生会在无名下 会有种种的贪嗔痴 会有种种问题要处理 对不对 那佛经就是药方啊 那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怎样慢慢的一个这样 调整 调整 然后再来 出生啊 妙善干入法胃啊 而为众生啊 种种的烦恼病之良药 所以这就是这样 我们就说法就是这样 对治众生烦恼病的良药 所以每一部经都是药方 所以我们就说没有中 佛经里面没有所谓的重点啊 对不对 只有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啊那个药方在哪里 所以佛在讲的时候 其实都每一段经文 其实都有香气的众生啊 那就是 例如说我有问题了 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我香气了 也就是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啊 那这个就是怎样 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良药药方 所以佛经的部分就是这样 要给自己也要耐烦 佛经的部分是怎样 我们慢慢的去怎样 研读慢慢的去品味啊 那在这当中呢 我们怎样去寻找 知道我们的问题 然后去怎样 找到一个可以这样 处理我们问题的一个地理 那个 那只要你愿意修行啊 其实因缘性都很不可思议啊 有时候 你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自然而然你在看佛经的时候 他就会怎样给你这样的一个解答 所以不要说哎呀 师父大战经 这么多本 我怎么去找我的药方啊 其实 有时候 我们怎样 藉由修行 心清静啊 很多善因缘就来 那你在想 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刚刚好就会有一些好的因缘 就这样引导你啊 所以也不用害怕 众生他很多事情都会担忧在前面 那其实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信力具足的话 其实这样 佛菩萨都会帮你安排好好的 只要你愿意修 其实都会成就啊 所以我今当令一切众生呢 即我只事不知众啊 昔皆安住在秘密藏中啊 那我义父啊 安住在 世中 录 录于涅槃 其实所谓的秘密藏是因为众生 有很多的那个佛的一个修 修行的这些种种境界啊 那人的思维啊 时间空间都有限 他思维也有限 所以佛没有办法用他的一个 就是用众生的语言 告诉众生 就那个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称为这样秘密藏 那其实佛已经这样 把众生能够开解众生的东西呢 其实怎样 都用尽量用那个浅 就是那个很直白的方式在讲 只是有些东西呢 并不是佛讲了 我们就能够清楚 例如说 我们不要讲到佛的智慧 我们只要看那个 刚才讲到北俱如梢里面的 还在人的境界里面的 无我无我所 我们就没办法思维啊 那无我无我所的众生 他的一个这样 他到底怎么样 大家已经会产生很多疑问 对不对 我们有我 有我所的众生 很难去思维这样 无我无我所的众生在这样 如何的思维嘛 对不对 何况啊 要有一个有我有我所的这个众生 你要去思维佛的智慧 哪有这么容易啊 所以很多所谓的秘密 遗障的原因在这边 那对佛来讲 其实他把一切的问题 其实都这样 讲得很清清楚楚 只是众生呢 愿不愿意这样 能够如法的一个修行 那在这当中怎样 自然没有所谓的秘密 那个众生不肯修啊 其实这样 所有一切皆为密啊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我们今天想到四十二页的地方 所以我亦 何等名为秘密之障 犹如一字 这个一字他那个底下有个三点 有没有 这三点形成怎样 三角形嘛 对不对 那三点若病啊 则不成义啊 重则亦不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他的一个诠释 首先呢 他前面讲的这个 所谓的摩西索罗 这个其实就是大智在天 大智在天 那这个大智在天呢 为天外道之主神啊 那大智在天 他是在色界之顶 也就是在我们所知道色界 就是我们知道玉界色界 无色界嘛 他在色界之顶 再往上就是无色界去了 所以他为三千界之主 那这个大智在天呢 有两种 一个是彼色色摩西索罗 一个是所谓禁居摩西索罗 那那个彼色色呢 他是为怎样 鬼类之名啊 那摩西索罗论诗啊 之所祭拜 那这一类的众神呢 他有两目啊 八倍 那这个 在大智度论里面 就第二卷里面有讲到啊 摩西索罗的天 就是大智在天 那他有八倍 八个手臂 然后三个眼镜 然后骑着白牛 这是他的一个外相 那再往下看 一字三点 那泛书的一字呢 他这边有一个形状 他是从三点而成 三点而成 刚才这边 那个在我们的经文里面 三角形嘛 他是有三点 有没有形成的 那所以这就位之一字的一个三点 那这三点很有趣 他不重不横啊 有一点三角的关系 那以故意这样 辟物之这样 不依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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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从因缘法去看的话 我们可以大概了解 也就是所有 例如说泥土有没有 做成这个瓶 泥土做成瓶子嘛 对不对 那你可以说 泥土跟瓶子是相同的嘛 没有办法 所以他不依嘛 那你可以说 泥土跟这个瓶子这样 不相同嘛 那瓶子也是由泥土去做成的 所以他也是这样 不依不易嘛 那所有的因缘法 你去分析 其实都是不依不易 你说他相同也不对 你说他不同也不对 这就是这样 屁物的一个这样 不依不易 或非前非后啊 你说什么因缘性 其实这样 都是错综复杂的 很多很多 你说什么是前 什么是后 什么是因 什么是果 对不对 你很难去知道 到底怎样 什么是因 什么是果 什么是前 什么是后啊 对不对 我们以众生的角度在看 永远就是只有看到这样 一小段的时间而已啊 没有办法怎样 全貌去看 那物呢也是一样啊 我们常常以我的角度在看的话 所谓的前后有没有 那可是由别人来看 前后不一定一样啊 例如说两个面对面的 什么叫前 什么叫后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众生的一个角度啊 这也是在破除众生的一个执着啊 其实呢 一切都是这样 没有一个这样 一个固定向啊 所以涅槃经里面呢 就批语说法身波勒啊 卸托之三德啊 像烈火火是 那个沾点是往上嘛 对不对 那之行为恒啊 那批物一时为体之别啊 又好像牛之两脚 有没有 那也可以说怎样 三点就为重 对不对 所以你的一字的三点 其实也是怎样 所谓的怎样 不重不恒啊 不重不恒啊 也就是不落入到任何一边当中啊 就批物啊 在意识啊 为体之别 一样啊 像花跟石 到底是先开花 还是先结果 那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到底是鸡在前面还是怎样 蛋在前面 到底是先开 就是我们如果追最前面的话 到底是先开花还是先结果 你如果没有那个果实的话 如何能够成长到开花 那如果你当初没有开那个花 果实又从哪里来 所以到底什么是前 什么是后 对不对 所以一切一切的事物啊 都是其实这样 非前非后 是我们用我们的像 在讲全世的时候 就有所谓的前后啊 有所谓的我们的那个像的了别性 像的了别性 好 这个其实是在 对众生的一个这样 执着的一个这样 破 破除 所以他这边就说啊 何等为秘密之障 那就是 三点若病啊 这不成因 众义不成啊 那 这个三点若别啊 义不得成啊 也就是你若 你讲义对 就是讲相同也不对 你想不同也不对 那我意如是啊 那虐盘解脱之法 亦非虐盘 你要说虐盘就是解脱之法 也不对 我们说的非依 怎样非义啊 你说他等于他也不对 那你说如来之生呢 亦非虐盘 你说如来之生跟虐盘相同嘛 也不对 有没有 三法各异啊 亦非虐盘 有没有 三法各异啊 亦非虐盘 也就是 所谓的虐盘之法 如来之生跟怎样 亦非虐盘 这三法呢 各不同也怎样 不是虐盘 其实都是非异非异啊 就好像是我们在学佛当中有所谓的一体三宝 对不对 我们看相解的时候 我们会说 哎 佛是佛 法是法 身是身对不对 可是 佛本身有没有含有法跟身 他事件出 那个身相啊 对不对 然后佛法也是他说 所说出来的 那你说法里面是不是也含色了这样 佛跟怎样 身啊 法能够让众生怎样成就啊 对不对 那法有怎样 身来宣传 所以所谓一体三宝 你也没办法把它把它拆开来看 你说他不同也不对 你说他相同也不对啊 因为他成不同的相 可是你说他个别当中 其实他怎样 又呈现的是所谓这样一体三宝的部分 各相互相函视 所有的东西 我们是因为用眼睛去判别 所以会有所谓 哎 我们看到了那个佛像三十二相啊 佛有三十二相 众生没有啊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分别 的方式我们认为这样一不同啊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用十相法 用佛法的智慧在看的时候 其实呢 三法 虽然各异一非虐凡 也是我们刚才说的怎样 一体三宝当中怎样 彼此互相含色 也是非一非意啊 好 你要说什么等于什么 又好像不对 那你要说什么都不等于什么 其实也这样 也不对 好 所以我静安住这三法当中啊 为众生故啊 入虐盘 就好像如是的一字啊 一字 我们刚才就说 主要他来讲 非前非后啊 不一不义啊 那 同学非前非后 也可以很好 很好的一个诠释啊 对不对 你说 以那个大圣起心论来讲啊 我们 那个成佛有没有 本来就已经是怎样 已经是成佛的状态 因为一念的无名又开始怎样 本来是死绝嘛 那又因为一念的无名开始怎样 轮回有没有 然后又还在正啊 那正到 那其实这两个 有没有所谓的前后啊 那是众生他有那个了别性啊 认为 我们有众生的存在 有无名的存在 所以有前后的关系 对不对 但是以佛的角度其实怎样 非前非后嘛 对不对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 下礼拜再来讲 啊 时间关系的话 我们就来一起来 先做个回向 好 大众请合择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供臣佛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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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